那新闻现场继续要带您关心 巴马台风除了为宜兰县带来惊人的雨量 在台北县瑞芳的雨势也相当大 尤其是在著名的九份风景区 现在地滑的情况严重 总共有107处地裂 具有潜在性危险 台北县政府目前是利用两口集水井 排放地下水 避免滑动继续扩大 巴马台风让台北县瑞芳山区 成为土石流警戒区 周一晚间情况一度危急 也开始劝导民众撤离 最近几次台风降雨量都破纪录 瑞芳九份的地滑情形也受到关注 长浦墙一浅一厚 延伸到地面 地上也裂出一个大缝 另外这间房子也一样 墙壁已经外外斜斜 根据县政府调查 九份总共有107处地裂 最大的人形通道裂缝 大概是宽度大于0.5公分 那长度大概是20公尺左右 有发现是有潜移型地滑的状况 九份的地层有滑动现象 滑动区内的住家有960户 人数2300多人 加上观光客如果发生地滑 后果不堪设想 但当地民众表示 这种现象存在已久 九份地表裂缝 加上这次巴马台风 为瑞芳带来金人雨量 大雨关进去后 担心地下水饱和达到临界点 会出现灾害 台北县政府目前失作了 两口集水井排放地下水 避免情况持续恶化 也会继续监控滑动的情形 记者学官司陈昌伟台北报道